高雄達成的規律 所以說 後來的人生如果有這樣的性質 每一萬事物 好像一個皇帝在上有狂化的 有一個感覺 他主要是被傷害到很力多 高雄車載的設計在1971 反攻1971的正式高修 他想說為什麼高雄達成 需要有高雄車載的拉長 因為早上是以前高雄打算 我知道他是贊助 甚至是贊助 可是他的主流感拿到很好 你知道 這是更多的使用好好的 所以說他使他 他仍然也是這樣 那是更多人的 有什麼有甚麼好他的